哈喽各位小伙伴 想买一台豪华中大型轿车五六亿 绝对是绕不开的选择 但是这一轮的五六亿的竞争应该说已经结束了 毕竟全新一代奔驰一级来了 那么就在上个月的广州车展上 全新一代奔驰一级是正式开启了预售 那么依然会推出E260还有E300两个系列 预售价格区间是45到54万元 并且这台车将在12月14号正式的上市 其实每一代一级的推出都能够获得很大的关注 毕竟在这个级别市场中 它绝对是领袖级的一个存在 那么全新一代奔驰一级究竟都有哪些变化 今天也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 首先从整个的外观设计方面来说 你可以看到它依然有上一代车型的影子 当然它融入了更多的一个时尚元素 比如说你可以看到它的中网 其实是带有一圈叫做璀璨星河的环状的LED灯 那么在点亮起来之后非常具有辨识度 那么在车身尺寸方面 全新一代奔驰一级是5092毫米 轴距是3094毫米 这个轴距的数据要比上一代车型加长了15毫米 并且配合它这套19寸的轮片 其实整个车身看起来还是非常的修长的 并且你可以看到全新一代一级 也是采用了一个隐藏式的门把手 并且全新一代奔驰一级 在它的灯光上也很有功能性 比如说前大灯组带有一个投射的功能 包括它的后视镇下方也是带有投射功能 并且拉开车门 其实它还会有一个光毯的一个迎宾的一个图示 所以说整个的一个豪华氛围绝对是拉满的 那么车尾部我觉得是全新一代奔驰一级最有辨识度的地方 你可以看到里边带有四枚的三叉星辉的一个灯组 所以说点亮起来的辨识度非常的高 就是你离很远就能知道这是一台奔驰一级 坐进车身的全新一代奔驰一级 我觉得就凸显两个元素 第一个是豪华 第二个就是它的科技 那么先说豪华整个的内饰 你可以看到它的做工能量真的是非常的棒 所有你手农处摸到的地方都是软性材质来包裹的 并且这台车你可以看到 它也是配备了一个4D的柏林之声的音响 并且电动调节的方向盘这些都不用说了 而且它的氛围灯真的是 这一串直接把豪华氛围拿捏到位了 那么在科技氛围上 首先就是你正前方的这块裸眼3D的全眼睛仪表 这个视觉感受真的是非常的棒 那么这块中控屏是一块14.4英寸的屏幕 那么它是内置了最新的MBUX的人机交互系统 并且内置了8295的芯片 那么这个是目前行业里边最领先的一块芯片了 其实整个体验下来 它的整个的一个操作的一个流畅度 包括它人机交互的一个反应速度 还有试围力真的是非常的棒 就是往往可能这些豪华品牌 你会觉得它在这方面不是它的强项 但是呢 呃其实不是他们不愿意做啊 只是他们要做就把这个做到最好 呃咱们可以看一下啊 你好奔驰 我在听 导航到花香奥莱 第一个 您可以直接开始导航 开始导航 选择路线 出发 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摆用速度 还有识别率啊 真的是非常的高 而且非常的快 并且呢 它这个地图呢 也是3D的一个显示效果啊 包括有一些河流的话 你是能够看到 这个河流是在动的 所以说整个的效果做的是非常棒的 呃 除了可以手动去进行调节外 你也可以通过它屏幕里边的一个菜单 去进行一个电动的调节 我觉得这点确实非常的棒 并且也带有相分系统 那么在动力方面呢 今天咱们拿到的是这个E300L的车型啊 那么它呢 搭载的是一台2.0T的发动机啊 并且呢 呃 配备了一个48伏的ISG制装电机啊 那参数方面呢 发动机最大功率呢 是190千瓦 风势扭矩 可以达到400牛米 与同时这套动力系统 再配合它这台9AT的变速器啊 无论是它整个的一个动力的响应 还是说它换挡的一个平时性来说呢 都是无可挑剔的啊 并且呢 在驾驶模式上呢 这台车是提供了四种模式啊 当然我觉得这台奔驰仪呢 我现在更想去做到后排 让我的同事来开 我来体验一下 它整个的一个舒适性表现到底怎么样 现在我同事呢 已经把这台全新奔驰仪已经开起来了 而我呢 是已经做到了第二排 来感受一下它的一个舒适感啊 呃 首先要说的是 整个的体验下来 我觉得舒适性呢 相比上一代车型 真的是有非常大的一个提升啊 呃 首先要说的就是它这个坐垫 长度呢 可以进行调整啊 呃 所以说呢 能够对于腿部呢 有一个更好的乘坐效果 并且它的靠背呢 支持一个36度的一个桥节啊 那么在座椅的功能性方面呢 除了加热通风之外呢 这一代的全新奔驰仪一级呢 也是加入了一个头枕加热的功能啊 可以说在这个季节 有这个功能 真的是能让全身都能够 保持一个非常暖和的一个温度啊 呃 并且呢 在后排的豪华氛围上呢 我觉得也是拿捏的非常到位 你可以看到它的氛围灯啊 是从后边绕一圈 我觉得这个呢 坐在后排呢 也能够有这个非常好的一个豪华的一个体验啊 所以说这一代的全新奔驰一级 在舒适性方面真的是下了很多的功夫啊 就是整个带来的舒适性体验 真的是非常的棒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